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争强好胜 向往热闹与浮华 随着年龄的增长 才渐渐懂得 许多人 许多事 其实没必要去紧握 人生是一场段 舍 离 做家法那叫成长 做减法才叫成熟 就如衣服再多 你最爱穿的就那几件 朋友再多 能聊得来的就那几个 人只有变得成熟 才会明白哪些是最爱 哪些是多余 要去断舍离 正所谓 人一简单就快乐 一繁杂就变老 人活到一定的时候 需要给自己做做减法 丢掉几样东西 走过半生 已经到了安身立命的年纪 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身体也开始经不起折腾 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不顾一切的拼命 如果你一位忙忙碌碌 不拿身体当回事 最终得到了名利财富 却赔上了自己的健康 可谓得不偿失 身体是一切的根本 不要等到失去时才明白它的重要性 人到中年 适当地放慢脚步 别把自己逼得太紧 无论对事业或生活 稳中求进就好 苏东坡说 人间有味是清欢 尝尽百味 平淡才是最有滋味的欢乐 人生下半场 丢掉无休止的忙碌 多注重一日三餐 多关心自己的健康 平平安安 简简单单不失为一种幸福 习惯性的抱怨 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 抱怨一两次可以理解 但整日不停地抱怨 不仅会惹人厌烦 还会拖垮自己的人生 电视剧《盲约》中 夏天的妈妈就是个满身怨气的女人 常常抱怨夏天 衣着品位差 吐槽她身材胖 嫁不出去 最后 夏天受不了搬走了 就连一向听话的小女儿悠悠 也开始忤逆她 没有人会喜欢和整天都怨气十足的人在一起 当你不断抱怨身边人的时候 得到的除了反唇相机 就是彼此渐行渐远 尽管他们依然尊重你 却很难再深爱你 罗曼 罗兰说过 愿怒燃起敌意 获达重拾希望 一个人抱怨的越多 身边的温情就越少 日子也会越过越苦闷 真正聪明的人 懂得丢掉习惯性的抱怨 以积极乐观的心态 去感受生活美好的一面 虚情假意的朋友 年轻的时候 不懂人心难测 总以为多个朋友就多条路 不管喜不喜欢 都去广泛结交 强颜欢笑 当看多了事态炎凉 经历多了事事无常 才明白建立在利益之上的关系 终究经不起考验 也必然无法长久 北宋诗人范仲淹 在仕途得意时 门庭若是 而当得罪朝廷 遭受贬折 那些平日里的好友 纷纷避而远之 生怕受到牵连 只有王志不计个人厉害得失 抱病前去给范仲淹送行 一直送到城门外 此时 谁是真情 谁是假意 一目了然 真诚的朋友 一意相交 能锦上添花 更能雪中送坛 在你遇到困境时 伸出援手 只要你有需要 就会力所能及地陪伴 而虚假的朋友 一事相交 在你得意之时 与你称兄道弟 谈笑风生 一旦你落难 便树倒侯孙散 要么冷眼旁观 要么落井下石 正如培根所说 虚伪的友谊 有如你的影子 当你在阳光下石 他会紧紧地跟着 当你一旦横跃阴暗处时 他就会立刻离开你 交朋友并非越多越好 泛泛之交 不仅不能给你带来帮助 还会给你添堵 往后 学会丢掉虚情假意的朋友 一辈子 结交两三知己就足矣 不珍惜你的人 看过泰国一个非常火的视频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 女主被男友各种伤害 一开始他处处妥协退让 后来逐渐看清了对方的面目 于是理智地选择了离开 去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在一段感情里 如果无论你付出多少 对方始终没有看在眼里 无论你怎么关心在意 对方都不曾放在心上 这样的感情 不要也罢 原因很简单 真心换真心 换不来就死心 一个不把你当回事的人 你的深情或付出 你的难过或委屈 都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最终只会让自己伤痕累累 任何好的感情 都是有来有往 你情深 他义重 彼此相互认可 相互扶持 才能天长地久 世上没有谁离不开谁 只有谁不懂得珍惜谁 不对等的爱 何苦去犯傻 当断则断 丢掉不珍惜你的人 才能给对的人腾出位置 人生下半场 该丢掉的东西 就不要再留恋 少及事多 剪才为真 真正幸福的人生 从来不是繁杂的 而是山繁就茧 前行路上 舍弃让你心累的人合适 你会发现 目光所及皆是风景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不该让我变得和太阳冷漠 该不该让我慢慢失去了直觉 醒来却是回梦的天 静觉后梦变成了碎片 空空双手抓不住从前的 你是不是 是不是我也该承认世界就是这样 是不是它一次又一次让你失望 天空弥漫着黑色的夜 喧嚨声 喧嚣声淹没了地平线 有谁能真的 读懂你的眼 静静 躲在深远 中无法抗拒 最微弱的光 但答案的答案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偏执的不肯放手 迷失望 迷失了却还不停找寻 直到拨开层层迷雾 不肯放手 不肯放手 我自己 啊 我自己 啊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